小李 你看小李这个花痒的 从来不肯浇水 到点了 下班了啊 走走走走 下班 把没干完的我带回去干 我才不加这种不给钱的班呢 你以为不做办公室就不加班了 在家里干活啊既费力又不讨好 浪费了自己家的店钱不说 老板还看不见 我就喜欢在办公室做完所有的事情 老板眼皮子底下干活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没有苦劳 疲劳总有啊 快快快 再说我的那个家 我想想头就这么大 我根本不想回去 办公室比家里亲哪 是不是还在跟你们家王教授闹别扭呢 闹什么 闹了十几年了 我力气早就耗尽 我这次是下定决心了 他一天要不到钱 我就一天不开我的笑脸 我把笑脸全留在外面 一回家我就挂着一张苦瓜脸 我说你们家王教授也挺奇怪的啊 跟你结婚都十几年了 还没有一套房子 死活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 我这个礼拜天 就跟他妈彻底摊牌 实在不行我就跟他撕破脸皮了 我一天也不想再等了 看着那个房价呀翻跟头上的往上涨 我这吃不消了呀我都 再这样耗下去我真成冲头了 白白的爱让人家宰呀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呀先拿自己的钱垫着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等斗争胜利以后 再找老太太报价也不吃 这要不然今天不行啊 这个方法我早想过了呀 那你就不想想 我这个钱一旦付出去 那就既成事实了 那万一老太太死咬着不松口 那怎么办 那我的钱怎么办 钱一屁股债不说 手头上连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再说了 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能穷至短 我要是有钱 我早买房子搬出去住了 我还用得着看她的脸色这么多年 叫你们家老王开口 让她跟他妈要 老太太总得生疼自己二十八 老王 老王问他妈要钱 他妈妈只有一句 妈 没有 他要是再没有 我这个星期天就跟他彻底翻脸了 我要当着他弟弟弟媳妇的面 我要把他们王家欠我的 这一笔一笔的债 我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就算请个长工也该付工资了吧 再说了 一家五口人吃饭 我一个人工资全部上交 那我养他们这么多年 我换套房子首期不算过分吧 更不用说 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来 好 就算这个房子不是给我买的 那给他们家孙子买的总可以吧 我们家刑件是姓王的 我多一句嘴 你不要生气啊 我觉得 如果一家人理论的时候 你这样吵的话 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这个好事都会变成坏事 你有礼都会显得无礼的 你看 你想啊 这本来老太太还在犹豫 到底给还是不给这笔钱对不对 你这样一闹 万一她逆反怎么办 她就是不给怎么办 你真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没听说过吗 叫一手抓经济 一手抓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怎么抓呀 你一定要先送一顿甜豆 给老太太尝一尝 说一点好听的 做你太喜欢做的 你不掉一块肉的 没着老太太投一婚一高兴答应了呢 我跟你说 老人你蜂蜜磨磨小酒罐罐 绝对有必要的 真的 你不信你试试 那 那万一我 钱嘛也付了 好话嘛我也说了 她还是不肯怎么办 你不晓得我们家那个老太太 她心很黑的 有一点钞票 只晓得倒贴她的小儿子 那你至少你做到人之意境 你做到先礼后兵了吧 至少在你老公那儿 你是不理亏的呀 实在不行 再跟他们吵也不迟的呀 对不啦 这倒是哦 我呀 先按照你这个方法去做 如果要是没有效果的话 我再跟他们来应的 这就对啦 走了啊 明天帮我带杯豆浆 杯加糖啊 嗯 好 这么早就回家了 好 这位啊 这位 人多了饭 人多了乱 老母亲多了不下蛋 媳妇多了婆婆来吃饭 哎呀我这一辈子啊 也是够辛苦的喽 上半辈子呢 伺候儿子婆婆 下半辈子呢 要伺候孙子媳妇 嗯 没想过去天赋啊 妈 哎 哎呀 你看我今天呢 特地叫小菜厂 买了两条鸡鱼 来给你补一补 哦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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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哎阿菜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 啊 我呢 换了个岗位 啊 要熟悉一下工作 这两天呢忙得差不多了 那今天我特地 早点回来弥补一下嘛 哈哈 妈 感觉能辛苦了啊 哎呀 我是劳了命嘛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妈不容易 养了两个好儿子 喏 一个呢是副教授 一个呢是副署长 妈 将来你有的福享了 嘿嘿 阿菜啊 我不是夸自己的孩子啊 我这两个儿子 可都是人中聋啊 嗯 哎就说我们家启东吧 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啊 可是全区的第一名啊 哎 你知道吧 上海的一个区啊 那要比有的省的省会的 市还要大 嗯嗯嗯 照老走的讲法 那就是小庄样啊 哈哈哈哈 所以啊 你放心 他要凭上个教授什么的 那是很自然的 阿菜啊 你嫁给我们家启东啊 那是以前师兄来的福 哎呀是啊是啊妈 我听你讲这个话呢 也讲了十几年了啊 哎 你看自从他上次 交了那个狗屎运以后啊 好像也再也没有什么大动作了啊 那职称呢 又不比别人提的更早一些 房子也没有分到 那好不容易熬到前年 把职称问题搞定了吧 人家呢又货币分房了 一分钱的桥也没有讨好 那你那句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我怎么没想到啊 哎 你怎么没享受到啊 哎 你看 你一个外地人到上海来 住有住的地方 吃穿也不用愁 再说啦 其中还是个事业单位的人啊 照现在的讲法 那可是金饭碗啊 你看 现在有的外地人啊 到上海来啊 那是连个蹲的地方都没有哎 妈 那听你这个话的意思是 我这个外地人 沾了你们家的光了 哎 那这么多年 我们单位的那些奖金啊 福利的 哪一点比启动的单位差了 哎 我也没有白吃他一口闲饭呢 哼 我的那些工资啊 要不是每个月都贡献给家里 要是都存起来的话 我大房子早也买好了 也用不着 伺候你们老老小小十几年 最后落的一个 摘你们佳光的名声 哎哟真是的 哎哟好嘞 阿菜要自足 我天到晚比来比去的干什么嘛 什么事 王庆剑 你说你要参加竹马赛跑啊 可是你怎么还在看电视啊 功课做完没有啊 快去做功课 今天学校没功课 哦 没有功课你就闲着了啊 我看你清闲得很嘛 一点都不知道着急 都不晓得自己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哎 你将来还想不想进重点中学了 快去做精编 做完两套再出来 快点 电视机关掉 哎哟好了好了 这个动画片啊 这一五分钟就结束了 让他看完吧啊 看完了他会去做功课的 小孩子嘛也是要一点娱乐的 不能天到晚读书啊读书啊 要读得出呆子来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我进来的时候 电视机的声音还在响着 我鸡毛胆的上屁股了 啊我关了我关了 哎 哎 我的妈呀 这小孩子看到娘啊 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 这哪像个做娘的样子呢 哼 我的两个孩子 我可是一巴掌都舍不得打的 还不是个个成才啊 还大学生啊 什么叫你放啊 哼 你没听见你妈今天是怎么跟她 跟我说的 当年我没亏待你 你们结婚 酒席的钱 旅游的钱都是我出的 她这叫什么话 她儿子结婚 她不出钱谁出啊 听她这个口气 好像我亏待她了 怎么了 我这辈子给她 当使唤丫头还不够 下辈子我还要当牛做马的还呢 我算是看透了 要么靠自己的本事结婚 要么当初啊 我就应该抬高价马 你不把钱放到我们家门口 我死也不及 就怕娜娜也没拿住你们家人的 啊 结果啊 结了婚十几年倒贴 都还都还不清 这可就是你多心了 没有人看不起你啊 是你觉得你家里地位低了 没出钱了 别人没有这样的想法啊 王启东 你今天终于讲实话了是不是 我把我自己看低 我从来就没有这种想法 这么多年了 我吃你一分又你一分没有 谁有这种龌龊的想法 是你 是你这个不要脸的男人心里才有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没钱没地位 不能跟你弟媳妇家比是不是 啊 你是不是觉得当初我们家人没出钱 那这么多年我就该受你们一家人的奴役 是不是 算了 你还算是我的男人 原来你从心底里就没有看得起我家里的人 好啊 你去找好来 你找一个来我马上就跟你离婚 行了行了 我也等不到哪天了 我现在就跟你离 我告诉你谁不签字 谁就是狗娘养的 小点声小点声 这是半夜啊 你要把周围邻居都吵起来啊